李宇春 初到13年 他从当年对陌生领域一窍步通到现在游刃有余 经历了许多身份的转变 却还是这么独特 2005年那个燥热又充满激情的夏天 李宇春以歌手身份横空出世 青涩充满自信的站在冠军位置上 超高的票数引来众多质疑 但他没有被争议打倒 他不是个改变自己去适应娱乐圈的人 而是让自己足够好 等着娱乐圈来适应自己 李宇春嗓音清澈 气息匀称 稀少的女中音让他在观众心中的辨识度很高 犬秀爆红是一场惊喜 可随之而来的是不停歇的商言与采访 音乐变成了其次 李宇春的迷茫期很短 他鼓起勇气去找老板商量 表示自己只想要安静做音乐 怀着对音乐的一颗赤诚之心 李宇春出道至今获得奖项无数 专辑更是一路畅销 我对于音乐的热情没有改变 即使是在演戏和时尚领域展露头角时 李宇春还是这样说 2009年 李宇春跨界电影领域主演的《十月围城》 并演唱电影主题曲《坟墨》 成为首位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 同届三项提名的歌手艺人 作为演员 李宇春意识到自己语言能力薄弱 并通过话剧的训练来提升自我 在时尚界 李宇春也是火力全开 时尚界从来不缺美女 缺的是辨识度高的人才 李宇春没有用稀奇古怪的造型 去适应时尚圈的规则 反而充分保持自我 得到了时尚圈的接纳与欣赏 她的中性美是时尚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对于时尚穿搭 她没有用力过蒙也没有胆小甚微 她尝试了各种造型 穿裤装 厉头厉落短发 她是潇洒自信酷帅女孩 穿裙装 高挑的身材 女人味不减 却又带着一点清冷 对于时尚 李宇春经历了极大的态度转变 刚刚出道的李宇春一开始 她只觉得时尚肤浅 她染着金发 顶着爆炸头出道 直到2012年 她遇到巴黎设计师高提耶 大师一头银发 亲自为李宇春屈膝调整衣裙的褶皱 这一幕集中了李宇春的心 她第一次对时尚有了敬畏 遇到高提耶之后的几年里 李宇春身上的时尚前置 被一点点唤醒 这样的一个酷帅女孩李宇春 是不是也令你惊艳呢 特别声明 以上文章内容 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不代表新浪看点观点或立场 如有关于作品内容 版权或其他问题 请于作品发布后的 30日内与新浪看点联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